昨天新增744例本土确诊个案再创新高 有专家推估可能在本周五就会单日突破千例 但什么时候会到达高峰呢 有医师分析台湾疫情上升的速度比国外来的慢 6月前疫情很难趋缓 疫情的历程会拉长到5、6个月都有可能 也许要到9月份才可以恢复到一般水平 至于一剂新冠疫苗都还没有打的11岁以下儿童 是否该开放接种 专家学者不同调 13号国内本土确诊数多达744例 创下新高有专家预估如果现在RT只是2 不可能月底才破千 而是过两天就会破千 也就是要密切注意本周五 有儿童急诊科医师也认为 本周有很大的几率 单日确诊病例超过千人 但国外放任疫情升温 约两个月就达到高峰 台湾社区防御比较强 会花更长的时间达到高峰 虽然用温和的方法与病毒共存 过程中伤亡比较少 但缺点是症痛期会拉得比较长 未来半年内将不断与病毒拉锯牵扯 从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大概至少四五个月 但这些病毒慢慢扩散到社区的深处 老年家跟小孩子就会慢慢出现病例 那时候呢有可能重症死亡率的比率就会提高 有民众也想问那现在聚餐旅游的活动应该要取消吗 有医师表示只要打完三剂疫苗 五十岁以下又没重症风险的人就照原计划吧 因为一两个月后搞不好更容易遇到病毒 现在还是相对少的时候 面对疫情攀升 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还没有疫苗可以打 加上教育部又放宽停课标准 有公卫学者认为 儿童疫苗接种的未知风险反而高于致死风险 又专家指出儿童打新冠疫苗还有疑虑 而且是必大于利 北欧有些国家不建议 但如果家长要让孩子打还是可以 建议台湾也采取开放 让担心的家长有选择权 不过要说明利弊风险 儿童是否接种新冠疫苗 各方看法不同 不过相关采购跟EUA审查都在进行中 现在就等专家小组研议 再做评估 记者组组报道 疫情延烧为了避免影响学童的受教权 中央决议放宽停课标准 但是各县市的准则不一 台南永康区所国小原本停课到18号 依照新的标准 今天可以复课 校方昨天上午通知完家长 结果又接到了教育局的通知 取消复课 维持停课到18号 有的家长已经跟公司消假了 又要再请假 招令戏改 也让家长气得一股子火 太不困了 人家都准备好 大门紧闭贴出公告 学校停课到18号 家长愣在原地 实在好傻眼 会这么火大就是因为 明明13号上午学校通知 14日可以复课 怎么也没料到现在又取消 有的家长到校门口 才发现继继续停课 有家长则是刚跟公司 消完假准备上班 没多久就看到学校脸书公告 停课到18号 气得一肚子火 原来是因为中央虽然放宽 停课标准改班几位单位 依照新标准可以在14号复课 所以校方一早通知家长 没想到下午教育局考量 12岁以下学头没有施打疫苗 染疫风险高 因此通知学校按照旧规 继续停课 有些家长可能就真的有需要 返回工作场域的 可以送到学校来 学校也会提供完善的午餐照顾 还有课业学习跟指导 目前台南只有永康区这所国小 还有安南区一所国中 失身确诊人数达到两名以上 依照旧规停课 一下复课一下停课 朝令夕改 难怪家长抱怨 无所适从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基隆又传出有市府员工确诊 虽然市政府日前 已经启动了分流办公 但是这名确诊同仁 平常负责送公文 会在不同的楼层间移动 随紧急的安排同仁进行裁检 基隆市长林又昌也宣布 例行的疫情记者会 将改为线上进行 另外宜兰婚宴群聚持续延烧 现在在新增去吃喜酒的圆景 和幼儿园血同染疫 传播链一路烧尽了 经营局跟校园 上班时间办公室一片漆黑 走廊上还有人员来回清销 14号基隆再传出一名市府同仁确诊 PCR有个阳性 是以安全 我们从宽认定安全来塞一下PCR 虽然日前基隆市府 已经启动分流办公 但因为这名确诊同仁 平常负责送公文 会在不同楼层间移动 市府紧急安排全体员工PCR裁检 市长林又昌也宣布 例行的疫情记者会改为线上进行 另外宜兰罗东婚宴传播链 持续延烧 现在也烧进幼儿园 幼儿园全面清销 穿堂前小朋友的睡袋 摆满一地 教室门口也能看到 老师把所有的教材和玩具 搬出来全面清洗消毒 这间幼儿园一名学童 9号曾跟着家长去参加喜宴 13号出现症状没有去上课 晚间裁检确诊 由于他平常都是坐幼儿车上下学 索性看他同车的八名小朋友 目前快筛都是阴性 原方也预防性停课两天 另外这场婚宴上 当天也有五位目前人在职的园警参加 经过裁检一人确诊 同派出所11位同仁匡里隔离 本土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警局校园和市府都有传播链 也让全民绷紧神经 记者蔡志恒李克宴 基隆一栏报导 因应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政府开始征收快筛事迹 指挥中心也在掩拟 未来民政有三种管道可以取得 分别是维持自由买卖 还有高风险区公费快筛 以及推出向口罩分配方式的快筛实名制 不过目前市面上也传出 缺货的情形 钥匙工会全联会推估有两大的原因 除了供货商的货源交由中央之外 对于通路商来说 未来快筛事迹的价格 势必会比快筛国家队还要高 就怕现在进太多货 库存起来 未来可能会赔手 想到药局买快筛事迹 却发现价上一技不剩 钥匙工会全联会证实 一地区来说 现在在双北不仅一技难求 叫货也有难度 有些供应商甚至已经把货品 都交给指挥中心 供应商他现在除了要供给 这些零售的业者以外 还要在准备供给 政府以提供像快筛国家队 以及一些供费的 乐区的一个发放的使用 所以的确像要交货上 是有点困难的 中央日前表态要支援快筛 指挥中心也在研拟 未来民众有三种管道 可以取得快筛事迹 分别是维持自由买卖 还有高风险区域实施 供费快筛 以及推出类似口罩实名制的 分配贩售但价格会比口罩来得贵 目前市面上的零售快筛设计售价 每季大约是250元到400元不等 净价值是每季200元左右 指挥官陈时中日前承诺 未来售价每季会低于200元以下 对此有通商表示 未来自由贩售的价格 如果比快筛国家队的价格高 恐怕会影响销售 因此现有的库存卖完后 也暂时不敢叫货 通商的考量就是 避免说我们现在的库存 在未来基本上都要赔售 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 厂商我们的零售端 也不太敢去进太大量的库存 就怕未来会卖一只赔一只 针对快筛设计 目前政府要安排组织快筛国家队 协调人力协助厂商提升产能 只是如果快筛设计 许明志上路之后 会不会也变成快筛设计乱 各界都在关注记者中午到